我每天都在虧錢 我的房租是八千塊 額值是三千五 等於說我如果一個月不賺錢 就一萬一千五百塊 這次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1月12號 我本來就因為過年 預定就這個時間回來 所以就過年前一個禮拜十天 就開始緩鄉 然後準備過年 疫情我們一回來就開始 東東東東 北京又開始瘋了 半瘋了 限制行為 過完年就開始全部修正 就不能全部都是一般門診 然後看病必須要全部預約 限制總額 然後時間進入醫院 不要讓他變成群聚 然後交叉感染 我們這一些中醫的 現在幾乎全關著 到現在還沒開 唯一的方法只能等 你也不能幹嘛 你回去就是被關著 不能出來 你的飲食 你的生活 完全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只能在台灣 最近幾天 我這三天內一定要再修完 他的第六個修正版的治療方案 在電腦上面上課 然後通過考試 你才有得到那個醫學教育學分 等於說以後你回去 等於有可能會碰到這些患者 你要怎麼去按照他的SOB去做 現在就零收入嘛 可是在大陸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網路看診 手機看診 他的先決條件是復診 出診不可以 等於說他進來了 這些你要的資訊 他全部給你了 然後他的需求 他的他現在自己的症狀 他會先描述好 尤其現在這個時間用很多 這裡面都有好幾萬個醫生 小路醫管好幾十萬個醫生 我每天都在虧錢 我的房租是八千塊 兒子是三千五 等於說我 我如果一個月不賺錢 就一萬一千五百塊 還要加上我爸爸的照顧費用 所以我一個月 現在平均開銷是十萬台幣 時間一拖越久 我們的損失又越大 然後一回去 這些病人他灰疹 又會掉下去 收入還是會下降 我沒有任何的提醒 我有醫保 因為我註冊在這間醫院 他也沒付我基本工資 可是我屬於他的員工 可是他又不承認我是他的員工 因為我沒有每天在那邊上班 我們這種不能說像台灣的醫生 進去醫院 然後醫生給你固定多少錢 沒有大陸沒有這個制度 所以中醫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到任何有醫保沒醫保 就必須要自己有實力待人 快點結束啊 結束了我們就可以快點回去上班 因為畢竟你花了十年的時間 在北京打下的一個基礎 你不可能這麼隨便就 就啊我不去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你畢竟在北京辛苦經營了一個田地嘛 因為我在台灣也沒有辦法再做這一種事情 所以我只能到大陸去 你不要亂為了 你不要亂為了 我會想讓你再報道 これで大陸來 你不要亂為了 你不回事 你不要亂為了 你不要亂為你 你前兩人